一段手伸伸伸 風切裂開 暗闇 YO 哈囉 歡迎回到至高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要來分享是 Figure Zero 海賊王大海賊白景的 最後兩位角色 索隆與納美 三款盒子的頂部 可以組成一幅完整的插畫 那我們就先來看到 這次的納美吧 這款的預購價為台幣1100元 整體的高度含閃電約為27公分 在剛開始拿到手的時候 會覺得此次的皮膚用色 是比較偏橘黃色了一點 少了少女的白皙肌膚質感 雖然比例上與近期的景品 小了不少 導致無法顧及到太多的細節 不過這次在臉部表情的瞄模 多少還是有抓到納美的神韻 而頭髮也有做漸層色的處理 當然我們還是要與前陣子分享的 G&G 納美比較一番 在皮膚用色的表現 我比較喜歡G&G的感覺 但是ZERO的表情 還是比較接近我心中的納美 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 白金裡的納美在身上的甲咒 其實與動畫裡的配色並不相同 在這裡我想官方主要還是要 還原出插畫裡的樣貌 只可惜塗裝細節並沒有到非常優秀 而天后棒的部分 在條紋的地方採用了金屬色的塗裝 並在頂部加上了閃電的特效件 最後就是納美的胖子 因為地台的關係 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觀察的到 不過修長的眉腿與 若隱若現的屁股蛋 還是讓人響路飛飛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這次白金的索隆 在拆封時手上的三代鬼側 就因為砲殼擠壓的關係 呈現了彎曲的狀態 而刀柄的塗裝處理 也是有點突兀 好在右手抓著的研磨 與腰上的核道一文字 並沒有太多的問題 而這款索隆的預購價為台幣1100元 整體的高度約為18公分 服裝造型方面因為一身漆黑的裝扮 所以第一眼看上去 並不如魯夫與納美的服裝搶眼 而頭雕表現與官圖那帥氣的模樣相比 還是有不小的落差 皮膚的質感也略顯陽春 老實說在這裡失望的感覺還是比較強烈一點 而最後我們把兩件作品與魯夫拼在一起 整體看上去還是有很強的氣勢 但這次卻只做了四位角色 多少還是有點可惜 也希望後續能繼續補齊其他的成員 那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我是一個小鈴鐺唷 你們 определ員再也別忘了 一人這裡的含量 小鈴鐺唷 貼上一段位 這部導彈獣在右上就是 就在前面 Cieve 超鈴鐺唷 貼上不忘了 極硬貼上不是 我也要聽到 打開啟大小鈴鐺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